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张婷和小童龙这对好闺蜜不愧是好姐妹 她们一个50岁一个48岁 一个把老公熬成了光头 一个把老公熬成了发面馒头 大概世界上最好的闺蜜 不仅仅是我有钱了送你一座楼 还得逼逼看谁先把老公熬白了头 虽然张婷已经多年不拍戏 但是她一直凭借着自己的化妆品视野 活跃在大众的视野里 并且她和老公林瑞扬的资产已经高达300亿 身为清普区的纳税大户 光是发用个工资就动辄上亿 而且张婷将明道亡灵等人都拉入她的商业帝国 可谓是有福同享的典范 她也从一个演员成功转型为一名商人 在参加某档节目的时候 张婷毫不掩饰地说 我跟她恋爱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她的生活习惯 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 当时司机跟我说过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她不吃辣 虽然知道她不吃辣 但我还是照常点了麻辣锅汁 听完这些话 是不是感觉张婷在这段感情中过分强势 过分自私 而林瑞阳在这段感情中 永远是默默付出的那一位呢 但如果你了解张婷为林瑞阳所做的一切 你也就会明白 在这场一直备受大家质疑的感情中 在被惯插足上位如此之久的张婷 实际上也是一个委屈求全之人 1970年 张婷出生在一个贫苦至极的家庭 为了能让五个孩子吃饱饭 张爸张妈两人总是会摆摊 摆到很晚才会收工 那时张爸张妈不放心 让孩子们在家中玩耍 于是便将他们带在身边照看 打闹嘻嘻玩了以后 几个小孩便躺在马路上睡觉 彼时经过路边的行人 看到躺在地上的孩子 很大一部分会将他们误以为是 无家可窝的乞丐 甚至还有一些好心的路人 会给他们一些钱 这对于年幼的张婷来说 是让他最为自卑的一件事情 但躺在马路上 也是他们最开心 最舒服的睡觉方式 想用什么姿势睡觉 想转身打滚都可以 如果回到今年只有10平米 并且只有一张床的家中 他们一家人全部挤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几乎没有转身翻动的余地 尽管生活艰苦 但是父母却从未亏待过他们 张爸张妈告诉他们 穷人家的小孩并不比其他人差 并且你们要知道 只要你对别人好 要有量就有福 那时张婷便在心里暗自发誓 自己以后一定要赚大钱 让他们每一个人 都拥有自己的房间 为了补贴家用 张婷五岁的时候 便做一些手工艺品 九岁的时候去面包店里当小工 十四岁的时候 当起了幼儿园的兼职老师 她的生活中 貌似从来没有歇息这两个字 就像张爸张妈所说的一样 只要你有量就会有福 在18岁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 改变了张婷的一生 正在逛街的张婷被心旦发现 成功拍摄了某款洗发水的广告 并且靠着这次契机 成功进入一斗圈 于是一个属于张婷的时代 便来到了 从细说乾隆 黄飞红与十三姨 妈祖拜观音 到花月佳妻 绝色双娇 五妹娘传奇等 张婷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而在这期间 她遇到了让她痛苦而又深爱的男人 林瑞扬 那时林瑞扬还是当红的琼瑶小生 还未转行经商 而且因为孩子学习问题 曾跟前妻曾哲珍刚复合没多久 两人初次相遇 是因为某次探班的机会 当时张婷并不知道 在第一次见面时 林瑞扬便已经喜欢上她 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相处 林瑞扬开始借着前辈的名声 叫张婷演戏说台词 并且在片场被家呵护 而后张婷参加节目时说 别看林瑞扬老师 实际上你是很有心机的人 当时我每到一个剧组拍戏 她都会跟着一同前去 说是想看一看剧组的安全问题 一开始我也没有多想 后来才知道 她实际上是想告诉别人 她正在追我 就这样 林瑞扬对张婷的感情越来越深 而那时 她还正处于跟前妻 曾哲珍分居的情况下 于是在两人的关系被曝光的时候 张婷便直接被人扣上了 插组者的名声 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张婷整个人都傻了 她知道林瑞扬对自己 有不一样的感情 但当时她们并未有过越界的关系跟行为 为了证明自己的心白 张婷召开了记者会 她说 我这辈子不会嫁给林瑞扬 在讲述这种事情的各种起因时 她当场昏厥过去 随后 林瑞扬前妻曾哲珍提出离婚 表示 这场婚姻只有不合适 没有插组者 没有阴谋 林瑞扬对此事发表声明 我这辈子不会再娶任何女人 尽管这件事情逐渐平息 但是张婷却被永远的 冠上了插组者的称号 林瑞扬本以为自己能够放下 对张婷的感情 但是几经周折以后 她发现她做不到 于是在揍人相遇后 林瑞扬再次对张婷展开追求 并且将自己的灵魂证件 拿给了她看 起初张婷对这段感情 也是不知如何是好 但当她看到了 一直努力维持这段感情的林瑞扬时 张婷开始慢慢妥协 就这样 两人便展开了长达18年的拉扯战 期间 林瑞扬向张婷求婚11次 虽说每一次都被残忍地拒绝了 但是她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再次卷土重来 不得到张婷的放心 事不罢休 最终在最后一次求婚时 两人才为这段感情画上句号 从而迈入婚姻的殿堂 张婷本以为自己终于找到幸福 将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时 却非常残忍地发现 自己患有不孕症 为了能给林瑞扬一个完整的家庭 她决定去尝试做试管婴儿 每一次抱着壁怀上的信心 但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 除了心理上要承受这种强大的落差感 张婷还要承受做试管婴儿所带来的身体折磨 整整三年的时间 张婷前后一共做了九次试管婴儿的尝试 每做一次都需要被扎满一身针 累积下来一共挨了上千针 每做完一次试管 张婷都会有一段活死人的经过 她只能躺在床上20天不能动弹 这对于张婷来说 无疑是非常煎熬的一段时间 林瑞扬看着张婷每次受如此折磨 几乎都看不下去了 她说不要了 咱不受这罪了 但张婷在这件事情上却异常的固执 在她的观念里 一定要为林瑞扬生下一男伴女 终于在做第九次试管的时候成功了 并且生下了女儿林嘉玲 随后没多久又添了一子林炳汉 在被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张婷打气说 她这辈子永远亏欠于我 有哪个人甘愿被冠上插座者的头衔一辈子 又有谁能够为了给丈夫添一而伴女 而遭受如此大的折磨 有人说在这段婚姻中 张婷是被爱的那个 林瑞扬是付出的那一个 但如果你们真的了解过他们的故事 就会发现 张婷对这个家的付出 绝对不会比林瑞扬要少 当她跟林瑞扬一起参加节目做游戏时 看到气喘吁吁累到不行的林瑞扬 她会心痛的落泪 抱着林瑞扬嘴中一直念叨着对不起 当她先回到家中时 她会为林瑞扬提前放好洗澡水 将牙膏挤好 等待丈夫回家 当她看到丈夫因为工作的事情 而紧皱眉头时 她会安静的泡上一杯咖啡 静静的陪伴在身边 一段婚姻 只有双方都去用心经营的情况下 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曾哲珍出面称张婷就是小三 当事人却并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张婷也明白 有些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 没必要救这过往不放 而且有些事情不如委屈求全 让大家都过得顺心一点 张婷婚后就进进影退娱乐圈了 她跟老公一起创立了一家化妆品公司 一般明星开展的副业 都是什么火锅店 潮牌什么的 做化妆品还是比较少见的 张婷的化妆品品牌 曾一度被爆出烂脸的负面新闻 但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 却越搬越红火 张婷本身自己就是明星 品牌本来就有明星效应 而且张婷频频请各种大门明星 为自家品牌代言 主要靠明星亲友代言 发展下线的微商品牌 该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明星的造势宣传 但是如果要做的长久 还是要靠自身产品质量 毕竟打铁还得自身硬